中共解放軍東部戰區十五號選在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亞太主席馬基率團訪台之際 在臺灣周圍進行海空日實彈軍演 美國國務院第一時間批評北京是過度反應 美國國務院指出美國國會議員幾十年來都曾接連造訪台灣 光是今年就大約有十組代表團訪台 完全符合美國一中政策 是北京試圖改變維持了四十多年的現狀 國務院同時也高分被回應 總統拜登已經下令 航艦雷根號要持續留守戒備 根據彭博報導 美國國會議員接連訪台將迫使拜登政府 測試北京當局的紅線 彭博甚至形容拜登幾乎只剩下一個選擇 就是寧願被國會山莊看清 還是被北京當局看清 但無論如何美中兩個強權 未來勢必產生更多動盪 美國少數政客與台獨分裂勢力沆瀣一起 妄圖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不自量力 注定失敗 華爾街日報就報導 台灣是全球最大晶片製造商台積電所在地 而且臨近世界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中國如果封鎖台灣將對全球商業活動 造成重大衝擊 只要供應鏈一中斷 中國野心勃勃的戰略也將受到感擾 進去連理一街 主席安寅報導